我可太厉害了 大历史就是我 哈喽大家好 我是蓝青 今天我准备改造我们的卫生间 这是一个浴帘 这是一个防透的膜 还有一些各种织物的东西 看看卫生间这还挺乱的呢 这得收拾一下 这有剩的一些乳胶漆也放在这 我先把墙搭一下 这个也是买了好久 我也一直没弄 有点高 对 因为不想在那个墙上有钉眼 所以我准备就用这种辅助胶粘 这还是我第一次弄的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涂上胶 涂的有点太多了 到后位置粘上 一定要时间按压 胶都已出来了 再铁上辅助铁 其12小时后撕掉辅助铁 三脚夹增上 把这个粘在这个里面 三脚夹就用了一个 这屋架搞定了 我再把这个绿莲弄一下 白色滑幅格 防水材质 干太长我都不会走路了 我可太厉害了 大力士哈哈哈哈 这个人倒过半天 你对我浑身冒汗 最后发现临近固定就行 搞定了 这个杆就这么放这 放久了 有点折了 拉开就是这样 隐私性还挺好 看不见对面的 不用了 就这么收起来 放在角落里 这个切窗户的膜 给裁一下 一会贴上 先把窗户上 喷上那个洗洁精 这个特别好贴 一定要喷水 对起铁上 把脂肪挂出去就行 看 现在都已经是磨砂面了 我再把这个边 踩一下就行了 一点点也看不见呀 再搞一个抽纸盒 这盒还挺好看的 本来打算粘在这个位置 但是太大了 可能放在这个位置 看 卫生间的植物搞定了 这就得72小时之后 这个脸也不难看 还可以 跟我们的整体风格 还挺搭的 这个小鸭子是放肥皂 或者放香皂的 还挺好看的放那 这些东西整的 反正整体风格还挺搭的 就是黑白灰的风格 搞定